人災 人災 就是不明白我們的廁所屁家 暗障的時候 撲到手臂 手臂 手臂 在野蠻國家撒幣 在文明國家撒野 在自己國家撒謊 假如你講不過別人的時候 就把盒子炮掏出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英美兩國聯手調查發現 有將近六千四百億的加密貨幣流入 俄國的交易所 這個消息放出來之後 反而是中國網友討論的最熱烈 像是這幾張圖紛紛指出 我好像知道是誰 但不好說 因為說對了 很麻煩的 裡面會不會包含我們所繳納的社保 或是各種稅啊 你有這個錢 為什麼不能對自己國家的國民好一些呢 還有一位來自四川的網友發文表示 神秘的孝子 大家都知道他們在說誰 這次不說出來對吧 小粉紅也知道他們在說誰喔 但是小粉紅卻是在痛罵境外師弟 痛罵歐美日韓 在痛罵我們台獨惡意猜測 搞笑喔 大部分猜的都是你們自己人在猜你們自己 對吧 你還要甩鍋給我們 而且你也非常明顯的知道 他們是在說誰 不然你怎麼會說惡意猜測 猜誰你說出來嘛 你也不敢講出來 你自己已經先辱華了 這個就叫做李佳琦六四悖論 還有一堆中國網友說啊 這肯定是印度打錢的 我們帶大家來看齁 俄羅斯打戰 印度百姓 卻沒錢了 股市跌就是被拖累了 擺善俏為先 怒赤粉紅一和解 其實大家都知道啊 他們不是真的在講印度 因為印度的皮膚啊 在中國很多時候就是在指中共 因為不能直接說出來嘛 只好拿這個可憐的印度出來當替身了 支持烏克蘭都是敲鑼打鼓的公開承認 我支持 但是支持俄羅斯的都是偷雞摸狗 死不承認 是非對錯非常清楚 對這種吃裡爬外不肖支持 要嚴厲處查 抓出來往實裡制裁 所有的中國網友都心照不宣的知道 資助俄羅斯的是誰 那還有一位粉紅說什麼呢 我最近真的想要把美國給A死了 因為他有批貨非常的香 賣到了他爸國 結果啊 這個客戶轉錢的時候 被銀行給擋下來了 原因是你要交這個報稅單嘛 你交這個報稅單上面啊 賣給俄羅斯的貨是在制裁名單上的 所以現在銀行啊 要把錢打回去給俄羅斯的顧客 那這邊我就非常納悶啦 因為我看你法文的地址是在上海 你從中國賣東西到俄國 那應該轉帳的每一屆 就是透過俄國跟中國的銀行 對吧 那中國的銀行或是俄國的銀行 為什麼要管美國制裁東西呢 你中國銀行獨立了嗎 還是你中國銀行跟俄羅斯銀行 都是聽美國的 有這種道理嗎 所以你們是美國的一部分嗎 像是你們老是說 台積電是中國的 台灣是中國 結果台積電跟台灣 是響應美國的這個晶片制裁 對中國 所以到底台灣是不是你的 還是說你是用美國的銀行轉帳 然後抓到 你資產資金都放在美國 對吧 還有啊 前幾天 一位日本的粉紅啊 在日軍基地飛無人機 將其降落在日本航母上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沒想到啊 這個舉動 在B站上卻迎來了中國網友的痛罵 嗆他 你別這麼中二好嗎 如果沒抓到啊 你下次別幹了 太丟臉了 還有網友說什麼 我打電話到 橫須賀基里給你舉報了 你這種行為走到哪 都是給人家抹黑 而B站官方啊 也用技術理由啊 把這個影片給下架了 那粉紅還說 啊 過個幾天說不定要上了 不知道 但是微博上的粉紅 紛紛轉貼痛罵 欸你看喔 這個日本人跟日本政府 都沒有出來說三道四 對吧 那反而是你們這些 有中國身份的今日份子 卻急著跳出來 表忠心 像這條留言就說什麼呢 有位勇士 把無人機開到日本 準航母上空 日本人什麼話都沒說 結果 自以為是日本人的中國人 給破防了 無人機特攻日本航母 更搞笑的是 把今日給整破防了 舉報了 舉報了 你這樣以後 中國人都不能參觀 日軍基地 美軍基地的 我聯繫日美軍 突起你啦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B站應該也是今日份子 B站急了 B站裡面的黨支部跟審查單位 也急了 都是今日份子 把這條影片給刪除了 破防了 中共都沒出兵打日本 你們這些舔共份子 急了 趕快跑出來開無人機 飛到上面 表忠心 對吧 一樣的邏輯啊 難怪這次日本美軍基地 不開放中國護照的人進去 而說實在的話 即便今天台灣護照 台灣人也被美軍 被日軍阻擋 那我也不會破防 為什麼 因為啊 台灣連立委啊 還有前總統啊 都在親中舔共 引火燒生 更何況是 選他的選民 多少人拿著台灣護照跟身份 在幹舔共之事 但自己又不承認 但行為上就是在舔共 結果還有一個粉紅氣炸 他還表示說什麼 如果啊 自己有天變成超人 他要幹嘛呢? 呵呵呵 帶大家來看 第一天我要S所有日本血統 超過20%的男生 第二打穿富士山用火山照陸地 第三物理成將火山灰 第四天下雨一年後 種水稻 讓水稻充滿了日本島 接下來我會把自己的落點 交給真正的共產主義 然後動手消滅資本主義 三天內交出流落海外的獸手 否則滅國 最後帶著地球星辰大海 下面就有人嗆他 你這個不是共產主義啦 是社會達文主義啦 我覺得蠻搞笑 把日本都S光光對吧 然後把日本變成中國的糧倉 接著把自己變成共產黨 中共的奴隸 受他百步的打手 喔 然後呢 消滅資本家 征服宇宙 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宇宙國 所有單位都更加縮小化 譬如說如果你是四川人的話 你的全稱就會變成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宇宙國 市女超新系省 本新系市 銀河區獵戶必錄 太陽系街 大陸四川巷 成都弄 高新一樓 芳草四枝 26號 這大概就是以後粉紅心中的版圖跟地址 這樣吧 你能不能當超人我不知道 但是啊 你可以先這麼做 先把自己的資產存款給消滅掉 中共也一直在努力消滅自己的股市 那你們要更加努力啊 去批鬥啊 對吧 呼籲中共把中國的所有股市 還有香港的股市 全部解散 共產主義怎麼可以有股市股票呢 對不對 小火龍怎麼可以有存款銀行呢 中國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 有銀行你不覺得很可笑嗎 你應該要拿糧票跟券啊 你先做到 我就相信你能 解放全宇宙 當上超人 走上人生巔峰 財產公開為何這麼難 因為一公開所有人都會發現 所謂的大國就是個賊窩 傻逼是優良國有資產 啟蒙傻逼 約等同於盜竊國有資產 屬於群信滋事 大清閉關鎖國是自閉 自己關上門插上門栓 這回是大門被人用鐵鍵鎖上 焊死 且要使被人扔到了海裡 羅刹國出不了馬斯克 漂亮國也出不了許家印 改開40年 全國僅剩下遍地爛尾樓和大量財政赤子 而需要國家承擔的義務 基本民生 免費教育 免費醫療 免費養老等 一項沒做 以上三免 不是國家的恩賜 而是公民上角的賦稅 交由政府執行的自幫自助 把這些錢挪為他用 就是搶劫公民的財產 在野蠻國家撒幣 在文明國家撒野 在自己國家撒謊 講理講不過別人的時候 就把盒子炮掏出來 現影所謂的東西放之分 無非是野蠻與文明的對壘 國家治理型態的優劣 那影片的最後 有一位馬來西亞的女孩 去中國旅遊表示 中國的廁所讓她不敢公圍 太髒了 找了十間 有九間都是非常的髒亂的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他們在中國 摩著你這樣做過場 什麼都很 好 只是我不明白 那上面的廁所可以這樣 按一張的地方 摸到十間 廁所的人把他們 都是沒有欠水 還有一個是最糟糕的 就是他們的廁所 他們是沒有門的 他們的廁所 OK啦 就是講我們去別人的國家的體驗 可是我沒有想到 這個程座就是你去廁所 是野蠻 然後你要看這裡 那些人在那邊蹲著 然後 完全痛 他們的廁所欸 Why 這時候我都要考慮嗎 我就再忍了 忍到廁所的廁所 就是太 很很很很很 很很很很 很想像 我不明白為什麼 中國就是 唯一的最大缺點 我目前來 到廁所最大缺點 就是他的廁所問題 就是不能看到 結果啊 這段影片出來之後 小粉紅破坊痛罵 你來咱們上海看看啊 你去那個破農村啊 怎麼能代表全中國 欸搞笑啊 所以 上海跟 中國的農村 在中國哪一邊的人口比例是比較高的 原來 郭台銘等企業家 可以代表全台灣人的資產 哦 原來是這樣啊 然後還有人說 嘿你一句話就打翻全中國 上海可沒你說的這麼糟 啊對 他今天在這個中國的鄉下 急了 要跑去上海上廁所 對吧 可能幾百公里幾千公里 讚 還有這個 應該是裝成大馬人的小粉紅 或者是中花椒齁 他說 說實話我是馬來西亞人 我也沒有覺得馬來西亞的廁所有多乾淨 在講別人國家的廁所有多髒亂不堪之前啊 請先用你的頭腦好好想像一下自己國家的廁所又有多乾淨 你這個 三八貨 然後就有人說 你肯定不是大馬人 這些中國人真好笑 一下裝日本人 一下裝台灣人 現在又變成大馬華人 可是用詞都對不上大馬被抓包了 呵呵 馬來西亞的華裔都會自稱為大馬華人 公開批評別人都是不這麼好的 如同別人公開批評馬來西亞的食物 難吃是一樣的 對吧 前幾個月不是一堆中國粉紅 跑去這個馬來西亞 痛罵馬來西亞的食物全部都很難吃 諸如此類 然後現在這個人啊 就拿當時的事件來對比 這次這個馬來西亞網友說 他去中國遇到時間都是非常髒亂的廁所 只有回到飯店上是OK的 簡直是不倫不累 好啦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十八個下次見了掰